飞彈车整齐有序开出基地 覆盖伪装网隐匿在空地 一旁还有鹤枪实弹的士兵 巡逻戒户 丝毫不敢大意 国军应应解放军军演 早就强化部署严证一旦 23号傍晚 肯定国家公园内 进驻雄二雄三反舰型飞弹 各两座 其中雄三飞弹 是我国自行研发的 超音速反舰飞弹 被称为是航舰杀手 可以大幅压缩目标的反应时间 杜绝敌舰逼近 捍卫我方领海安全 而在台中港附近 也出现了雄风飞弹阵地 持续监视台湾海峡出没的 解放军舰艇 而在东部空域 花莲空军五联队 2021年成立的F-16V陆续起飞 机管战机的武器挂载 没有特殊变化 但其实还有我国自主研发的 天宫三型防空飞弹 捍卫领空 只要敌机进入我方 东部外海就可以雷达锁定 全程追踪 花莲基地有长城的天空飞弹 射程是大概在180到200公里之间 那当然也有这个雄风飞弹 甚至有雄风飞弹的固定阵地 那这个就会把中共的海空兵力 阻绝在200公里的距离 不会让它靠近的 花莲市区还出现装甲车 跟军用救护车调动的景象 透露出不寻常的信息 而另外在台东号称 台湾空军Top Gun的制航基地 依照7架涌银高轿机 就在东部上空进行正常的飞行训练 至于这一次在军演第一线的金门 金防部海龙快艇两栖部队 也相继执行部队机动演练 装甲车近距离试射 持续进行战备整训 面对解放军的围岛紧缩 美国国军动起来 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捍卫国土的决心 组合报道